陈宏一,2002年9月出生于北京,身高173厘米,腿长174厘米,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。 陈宏一从2018年7月开始,参加了两站俱乐部联赛分战赛,俱乐部联赛总决赛, 北京市东运会全国大奖赛,锦标赛,冠军赛,国际华联青少年大奖赛两个分战赛,四大洲市青赛等国内多场比赛,被中国花样滑冰队称作狼魔。 陈宏一六岁便开始在世纪新滑冰俱乐部学习花样滑冰,与安湘怡不同的是,陈宏一需要付费练习滑冰,而且上午上学,下午滑冰,只能半天训练,有时晚上还要加训。 据统计,到目前为止,他的有效上冰时间为7000个小时。 而同在世纪新训练的安湘怡,因为父亲安若可是俱乐部教练,三岁开始便在冰场上摸爬滚打,虽然现在只有12岁,但他每天的训练时间达到了9个小时。 到目前为止有效上冰时间已达到19000小时。 以前陈宏一在世纪新俱乐部滑冰只是玩玩,直到2017年参加了全国比赛。 拿了名次后,2018年7月进入国家队,开始全身新的训练并开始密集的参加花样滑冰比赛。 与国家队专业化运动员相比,陈宏一的功底比较薄弱,他的特点是协调性好,但耐力和爆发力不足。 从2017年开始,北京世纪新俱乐部培养出来的三名小将安湘怡,陈宏一,曹新静相继参加了俱乐部人赛分战赛,总决赛和一系列全国比赛,几乎包揽了女单领奖台,同时也及时弥补了中国女子丹仁华出现的空档。 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进行的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上,安湘怡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一名,陈宏一分别获得了第三名和第二名,全国锦标赛冠军对香港选手难以夺得。 按照国际华联的规定,13岁至19岁可以参加国际青少年比赛,16岁开始可以参加国际成年比赛,16岁至19岁可以选择参加青少年比赛和成年比赛。 安湘怡只有12岁,还没到参加国际比赛的年龄,2018年,当时只有15岁的陈宏一,因多次参加国际B级赛事并达到了一定的技术分,获得了参加2018年试青赛的资格,比赛中表现稳定获得了第18名。 因为能华进前10名,本赛季中国队仍然只能有一个参赛名额,陈宏一再次成为中国队的独苗,参加了比赛。 因频繁参加青少年和成年比赛,陈宏一一直在以赛带练,以练带赛,几乎没有稳定的训练时间,比赛中多次因为跳跃周数不足,只获得了第19名。 但在有46名选手参加的比赛中,能在短节目中华进前24名,进入自由滑比赛,以实属不易。 在市井赛出发前的公开课上,赵阳说,打分严格对青少年来说是好事,高要求,认队员才能高对待,更重视,在接下来的市井赛上,才能有更好的表现。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市井赛成年比赛,赛前训练时陈宏一感受到了浓浓的大赛气氛。 他说,我参加过很多比赛,但从来没有像这次市井赛这样,受到这么多关注,感觉很不一样,很兴奋。 是新赛后,我对自己在比赛中抱怨的问题,进行了修改和弥补,目前状态还可以。 本节目比赛中获得第15名进入自由滑,我非常高兴。 陈宏一在公开课上接受采访时说,我参加了这么多大赛后, 觉得自己比赛前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,我参加市井赛就是学习。 接连参赛虽然有点累,但是我能克服。 我们相信陈宏一在北京冬奥会上会有更突出的表现。 中国的海贵赛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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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